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那隻鹹 今天我們要吃海螺 這還活著呢 給你們看一下 挺大的 你看 活著呢 還挺靈活的 你看有幾個是活的 這也活了 這十個海螺全是活的 我們先去給它搓搓澡煮熟了 我們的海螺已經煮完了 不知道這個這麼正常的 有一個紫色的黏糊狀的東西 有很多是出來紫色的 可能是正常吧 都十個都這樣 剛才活著呢 我們找一個肥大的切開 看這個鑽著慢慢鑽著 把它抽出來 完美吧 這海螺不能直接全吃了 哎呦 燙問題是 這個是海螺的黃 這個可以吃 這個是海膽 是苦的 不能吃 這個也不能吃 這個也不能吃啊 我們把這個拔下來啊 看到這個了吧 這是海螺的肝 它這個是有毒性的啊 吃完了可能會中毒 食物中毒 這個絕對不能吃啊 然後剩下的這個就可以吃了 我們來切開看一下 我們來切開看一下 切開以後 然後這個應該是肝才對 看著這個是肝 我也是第一次吃海螺 我知道肝不能吃而已 這個幸虧是切開了啊 直接吃肯定不行了 這個拿掉 然後這個什麼頭啊 這些東西我們都拿掉啊 就是不明物體 我們就不吃了 是吧 這是應該是嘴巴 嗯 這麼直接切吧 哎呀 這東西不能亂吃 就把我嚇到一半了 這個啊 非常的Q彈 非常有矯健 口感也很好 再來一個啊 口感很豐富 這是怎麼幸福呢 鲍魚 對 吃鲍魚的時候有這個味道啊 有這種口感 突然想不起來了 再來一個黃 黃的口感很綿軟 跟那個蛋黃差不多 這回不切了 直接這麼吃了 多蘸點醬 別人吃海螺那麼香 你吃怎麼這麼痛苦 哈哈哈哈 第二個 口感比第一個好 可能吃的一個一個大的 看全吃下去越壯 嗚嗚嗚 嗚嗚嗚嗚 燙 哇 又斷了 這個黃哦 非常的容易斷 我們來吃掉它 手蘸的,剛才蘸多了,底下全是芥末 口感確實很好,肉很多的 底下油是這樣的,多來點 整個多沾點,來點脆脆 鼻骨冒煙綠色的 一口吃掉一個的缺點是什麼,知道嗎 它一下子蘸得多的話,剛入口的時候有點衝 咬兩口的話,因為肉多嘛,就蛋 這五個光吃這個有點小飽了 量還挺大的,這麼大一個 然後總結一下,這海螺的話,乾不要吃,膽不要吃 這個海螺黃啊,看個人喜好了 我是剛才吃的時候有點兒偏苦了 再來一口,口感是綿軟的 不帶蛋白,光吃雞蛋黃跟那個差不多 比較香吧,其實那個黃吃的也還行 蠻好吃的,今天視頻就到這了,拜拜